阿弥陀佛 四位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把这个学习是不能间断 我们从出生到老死 天天都要学习 那么这个学 我们也必定要知道 它的根本 在孔老夫子的教学里面 道德仁义 道德仁是我们学习的根本 后面那个义 艺术的义 就是各行各业 各种技术 科技 那么在印度讲五名 种种的 这个科技 艺术 百科 通通包含在义这个字里面 那我们现在讲啊 各行各业 各种知识 那么不管你学哪一门 根本是共同科目 道德仁是共同科目 如果没有道德仁 那你学哪一科啊 都没有根 只有枝叶没有根 那没有根啊 像花亭的花呢 放个几天就哭死了 那有根啊 它连连啊 那哭掉它会长 哭掉它会长 因为它有根在 那根没有 你就几天好看而已啦 不能长久 也得不到受用 所以这个道德仁 那么讲道啊 是讲本体 那不好懂 就佛华讲的自信 我们一般人也听不懂 但你道它是不动的 你跟道教讲啊 这个无极 是不是 自体它不动的 但是一动呢 就是生两余啦 所以太极 是道 那这个一动 它就生两余有音量 这个德 这个我们也 一般人啊 不太懂 所以 讲到人 一般人就比较容易懂 人就是两个人 有自己有别人 所以推己及人 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 不能只要想自己 别人什么都不管 那这个人就不能 那不能啊 这个人 我佛华讲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连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啊 他还会对谁去的人 所以这个人 他根本就从孝顺父母 最亲的开始 他是自然天性 所以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么讲人爱 像现在牢上在联合国教科恩组织讲神爱世人 那这个不管哪个宗教哪个族群 对大家都认同的 人爱 就是人 那这是根本 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 你写什么 那是静干坏事 造罪业 那这个就 大错特错了 所以我们学习啊 就是学那种根本 所以这个 你看啊 这个 伦理讲啊 行孝剔中性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那一个文 就包括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学问 所有的科技 包括造核子弹都在里面 那个通通在文里面 所以 他不是说 你这个都做 做得很好的 再去学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以这个为根本 那么你有多的时间啊 就是可以去学习这个 可以同步的 同步去学习 那不是 意思不是说 哎呀我这个道德人做得很好啦 那我再来学 开车 如果 这个就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以这个为根本 那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时间就 学习其他这个意这部分 或者你要做哪一个行业 你要做哪个工作 你要做哪个技术 那个通通就在文里面 但是要知道说 这个要有个根本啊 那根本就是道德人啊 道德而伦理 老上讲 伦理道德 包括因果教育 都爆发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我们写感应篇呢 是写因果教育 就写做人啊 现在呢 教做事没教做人 教你的事情 那实在讲啊 你不会做人啊 事也做不好 你现在看到社会上啊 各行各业的 你看啊 问题多多啊 就是家庭里面啊 是最基本的问题 那一个家庭都不好啊 那在社会上怎么会好 整个社会是很多家庭组合起来的 那成为一个社会 成为一个国家 那家庭就像细胞一样 细胞坏了 那身体就不健康了 所以 在一个家庭啊 是从夫妇开始 这个五轮就是从夫妇 夫妻 有夫妻才有夫子 才有兄弟姐妹 才有金城朋友 所以五轮照端离夫妇 就是 开始就是从 这个夫妻开始 那夫妻如果关系没搞好 那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就 坏了 影响到家庭 家庭影响到整个社会 社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国家影响到整个世界 所以 我们啊 修就是从自己修身 本身修起 所以要从自己 要求自己开始做起 那不能先去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啊 自己不做 那也做不到 不可能 别人也不会接受 所以 大学里面讲啊 从天职以至于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从做总统到我们一般的人民 都要修身 修自己本身 那么身的主宰是心 心是在主导我们身口境 造作我们善不善意 所以修心是根本 那么我们独感一篇啊 这实在讲就是 我们要学习他的心法 学习他的心法 这个心理掌握到了 那当年掌握到 其他就容易 如果还不能悟到这个心啊 那先从身口也可以 知道哪一种错的 先修正那一个 慢慢啊也能 心啊 渐渐的也会请进 所以有剑修有顿修的 顿修就从根本下做 剑修从置业 身口 像小圣法呢 这次我们到斯里兰卡 那是南传的 那修身口 身口齐之 身杀道 血也于口 忘语齐于两则二口 这个 从这个身口齐之下 小圣就从身口来戒 戒身口 那大臣菩萨戒了 他戒心 所以你看儒家的修学大学啊 你看啊 这个心有分治则不得其政 心有 这个耗耀则不得其政 心有恐惧则不得其政 你看这个都是心法 那太上感应院也是心法 你看会篇啊 讲的都是心法 所以儒士道三教啊 他根本修学在心 修这个心 心态 因为心他是在主导的 他在主导 主导身口 造善不善业 那么我们心几贪生吃 那当然身口造的就是不善 心不贪不撑不吃 那身口造的就是善 所以心是主导 那身口都是听心在指挥的 所以善学的人啊 从修心 像了完事性讲 改过啊 从事上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心上改 那心是最根本的 那所以能够体会到这个心法 我们修学就抓到那个根本的 如果还体会不到 我们先从事 比如说以前抽烟啊 现在就不抽 那很难受还是勉强不抽 这个 我出家那一天开始不抽烟 前一天还有抽 出家那一天开始吃素 前一天晚上啊 大吃一顿啊 明天开始没得吃了 第二天 本来吃午餐的 晚上睡觉前还要吃宵夜的 然后奔地藏法师 写戒例啊 过午不时 饿得要命发抖也不能吃的 所以啊 一百八十度给你转过来 那这个从事上改 从这个事项上啊 硬给你调过来 当然很难受啊 那么我们道场啊 应该劳上讲经 日常老师也有上课 那一天间就是 事上啊这样改 那难道我们要分明这个道理 明了这个道理 这个从理上改 应该要这样做的 那么最后才从心上改 心是最根本的 如果掌握到心法 那就很容易啊 像两文字箭讲啊 这个最上的就是从心改 你这个心再调过来了 心正啊 身口就跟着正了 好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领会到这个心法 你先从这个身口 事上先去改 那慢慢的帮助我们 这个心回归到情境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看个人的根气 那感应篇我们 哦 懂得一条 我们的心一条 这个就很实际了 像曾子啊 他一天就是反省三双事情 曾子他那个 大概就像佛经里面讲 桌立盘陀潜一样 他天资是很差的啊 那后来竟然是成为孔子的传人 天资是最差最差的 所以他每一天他就是 三件事情 为人谋而不忠祝 人家交代我办的事情 我办好了吗 我有尽心尽力去办吗 就算我们上班工作 任何事情 那这个事情啊 人家交给我办啦 或者公司 团体交给我办啦 那我这个工作 我今天啊 有没有不忠 不忠就是 有没有 尽到我们该做的 这叫忠 不太过也不急 就是尽到 那人家拜托一个事情 我们有办好了吗 那我们也 你从这个 你也可以观察一个人啊 他将来做事成不成功啊 你交代他一件事情 看他怎么样 所以我常常交给同学 一个东西到大陆去 有的同学他就 他会 交代他的事情 他就给你办好了 有的人忘啦 忘记啦 所以忘记 容易忘记的人啊 就要学争执啦 一律三选无神 晚上想一想 今天有人拜托我什么事情 想一想 我想起来了 为人磨而不忠乎 有没有办到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们就可以 我们先懂得一条 你发现自己有这一条毛病 针对这一条下手 那么你一条改过来啦 你就有心得啦 那你其他的你就有信心啦 所以你都没有去改 你就是在原地踏步 甚至退步 你读感应篇啦 你读的不会反省 不反省就不读了吗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咬紧牙根啦 读 读书千篇啦 起义至限 就是每一天啊 我们就是要站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每一天啊 起居做起都有个规律 有个时间表 这样才是符合啊 天地自然的规律 你看太阳 他起来了 下山了 他都有时间啊 那我们人怎么 太阳都起来了 我们人还不起来 会被打屁股的 所以现在人啊 他的生活起居 违反自然规律 所以现在人 他身心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配合这个 生活自然的规律 我们身心就健康 才是正常的 所以道家讲啊 道法自然 道是什么 天地间这些 这个大道啊 我们效法这个自然嘛 我们就是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 那我们人就健康 不符合自然规律啊 那人就不健康 现在就是科技发达 但是破坏自然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地球大自然的环境被破坏了 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方便是方便的 但是副作用蛮大的 负面很大 这个大家都知道 空气污染啊 人生活不正常啊 生活很紧张啊 生活压力大啊 这个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啊 要符合自然 你在哪里生长的 那边 那边生产的 蔬菜水果就是适合你的品质 那现在呢 我们都喜欢吃进口的 其实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个 这个是自然 符合这个自然的道理 好像我们有一次到北京看一个 刘中医 那么他开药啊 通常就先问你 你在哪里出生了 他说 这个 出生的地方啊 就是 根据你的体质 因为像植物生长在哪个地方 生长出来的 那你在那边出生的 那他开的药度一样 同样的病 但是你生长不同的地方 他开的药度一样 要符合你的体质 那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所以我们到外国去啊 像到斯里兰卡去 强博士很好义啊 他们那边的野子啊 他们那里的人吃得很舒服 我们去吃了就很难说 他来我们这里也一样啊 他吃我们这里啊 他吃不习惯 吃他们那边的 他吃得很习惯 这个就很自然嘛 但现在也没办法 交通病例 现在全球的人类都乱死了 所以现在人呢 身体都不健康 那这是科技带来的一些后遗症 副作用 所以我们生长在这时代 我们还是尽量的调整自己 鬼鬼自然 才是健康的生活 道法自然 那么我们每一天就是 这个 你看啊 学习这个孔老夫子啊 他可以不吃可以不睡 但是学习不能 没有 这个精神的粮食不能缺乏 所以这个 他这个精神啊 就超过他的物质了 像炎灰一样 物质很贫贱 他无所谓 但是他不能不学 因为学了你就法喜充满了 产业为食了 那种享受啊 那不是一般这种世俗的人能体会 所以我们大家呢 要坚持啊 要学习下去啊 不能退转 那我们在一起就是 依重靠重 大家互相提起 不然我们人啊 很容易退转现代 那么我们每一次来 大家这个时间啊 读一遍感应篇 读了都是赚到了啦 如果大家不在这里读 那也就这样过了嘛 你就少欣喜一遍了 等一下呼呼 一下子放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 这个 我今天早上讲 文理讲记啊 讲到这个 孔子啊 十五有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复 五十知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随心所欲 而不欲举 就是告诉我们啊 学习啊 不能错过年龄 错过年龄 那学就很困难 但是啊 我们现在也是要亡羊堵牢啦 佛到牢学到牢 好像丙烛夜游啊 那晚上啊 你没有拿个蜡烛 你不能照明前面的路 那前面有坑洞啊 你就掉下去了 所以学习就是 点亮我们这个 星灯 来照明这个前例 所以现在人非常可怜 他没智慧的 他没有智慧去分辨 是非善恶 真妄邪证 那现在呢 社会上啊 特别房屋上这些 情怜老乱啊 迷惑大众 那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懒缸里面 没有祝福一股清流啊 那我们 不可能 不受这个污染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大懒缸里面啊 自己啊 要找出 一条清静的道路 这样才会提升我们自己 才会 白白过我们这个一生 不可能啊 你说人生它的价值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哪里 赚钱为了什么 吃啊 玩啊 那再接下来呢 就到坟墓去啊 那这个跟做吃等死的意思不是一样吗 那糊里糊涂的 他说就死了 死了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 前途茫茫 那这样人生有什么意思 所以要学圣贤 或不是他的教育 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滑雪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想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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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